為一週博文觀美國時政 你們是一週美國 我是馬英林 下方上看詳細報道 多於29日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 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哈佛大學 基於平權行動的招生政策 最高法院當日裁定 北卡大學和哈佛大學 徐陸申生的平權政策 都違反了聯邦憲法中的平等保護條款 因此是非法的 大法官們對北卡大學招生案的投票結果是6比3 對哈佛大學招生案的投票結果是6比2 自由派大法官結合信迴避了哈佛大學招生案 最高法院這次等於推翻了 它2003年的一項裁決 即是逐月可以被視為高校招生時的一個因素 認為大學在保持校園多元化方面 有著令人信服的利益 6月30日 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 拜登政府減免學生貸款債務的政策 最高法院大法官門以6比3的表決結果 對兩個相關案件中的一中造出裁決 裁定拜登政府減免聯邦助學貸款 未得到國會明確批准 屬於非法行使總統權力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帕智 在多數意見書中寫話 最高法院的先例要求在內閣報長單方面 改變美國經濟廣泛領域之前 國會必須明確表態 去年8月 拜登首次宣布減免學貸計劃 對年收入低於12.5萬美元的單身 或者聯合報需而且年收入低於25美元的夫婦 免除最高1萬美元的學貸債務 配以助學金獲得者 甚至有資格獲得2萬美元的債務減免 7月1日 弗羅里達州嚴格的限制移民法律生效 大批移民勞工紛紛逃離該州 令該州出現勞動力斷缺危機 今年5月佛州共和黨州長德頌提示 將一份全面移民改革法案 簽署成為法律 根據該法律 那些故意使用虛假身份證件 獲得工作的無精移民 將會面臨3級重罪指控 這些故意雇用無精移民的企業 可能會被吊銷營業折噴照 而那些有25名或更多員工的企業 如果一再未使用電子確認系統 核實僱員的移民身份 則可能會每天都被罰款 7月2日 就在獨立日加奇即將進入高潮之際 加州南部大批酒店員工開始罷工 希望通過勞資談判獲得更好的新合同 增加工資和其他福利 United Here Local 11的工會成員說 他們代表南加州和阿里桑那州的32,000多名酒店員工 根據工會Twitter首頁上的貼文 他們的合同已在6月底到期 當日早上 他們開始在洛杉磯和聖塔莫尼卡的十多間酒店罷工 根據工會發布消息 參與這次罷工的人 包括酒店的廚師、洗碗工、服務員、 前台工作人員和客房服務員 一名工會代表6月30日透露 該合同攝塔南加州和阿里桑那州 65間酒店的約1萬5,000名員工 7月3日,有報導說聯邦航空管理局 已被一款被加州初創公司 描述為飛行汽車的交通工具 辦發了應行證證 這是聯邦政府批准的第一款既可以飛行 又可以在道路上行駛的 純電驅動兩棲交通工具 根據AFEL介紹 這架飛行汽車被稱為Model A 是第一款能夠在公共道路上 像普通汽車一樣駕駛和停放的交通工具 它具備垂直升降的能力 亦可以搭載1至2名乘客 路路輸航里程為200英里 飛行續航里程為110英里 該公司預計 它每一架飛行汽車的售價為30萬美元 2025年年底開始交付第一批訂貨 FAA已確定向該公司頒發特船式航證 允許其Model A進行展覽 研究和開發等有限目的使用 7月4日全美國地民眾歡慶獨立日 焰化密集燕芳殘性煙霧 令空氣質量急劇下降 根據2015年對1999年至2013年空氣質量數據的分析 每年獨立日焰放煙花會令空氣中的細胞粒密濃度 順然增加42% 西雅圖居民一覺分醒之後就收到了可怕的警告 煙化、加拿大野火和華盛頓州的火災導致天空朦朧 空氣質量惡化 即使煙發造成的煙霧散去 從西雅圖去到塔科馬 很多地區的空氣質量仍然處於不健康水平 在南加州、南海岸空氣質量管理區向洛杉磯 Riverside、San Barnardino三個月都發了警告 該警告由7月4日下午開始一直到7月5日 7月5日總統拜登在白宮會見瑞典手信克里斯特松時說 美國完全支持瑞典加入不約 他正在急切地期待瑞典加入 白宮網站發布的消息顯示 拜登當日會見哈里斯特松時 重申了美國與瑞典的密切聯繫 拜登稱美國為即將召開的不約峰會做好準備 我想重申美國完全支持瑞典加入不約 拜登說瑞典加入不約的底線很簡單 瑞典將會令我們的聯盟更強大 而且與我們有著相同的價值觀 我真是非常期待、急切地期待瑞典的加入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即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獲得更多的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感到大家網站看看 我們下網站會進行 詞文字幕準備後 並且看到赴拜登 我們下網站會選擇 perquè是否仍然有意志 還會頒飛 並且展驚入 我們下網站會進行 我們下網站會進行